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技累奇 今天分享一个全新的科技上网客户端 那么这个代理软件叫MeHome Party 并且我们无需服务模式就可以使用TNN模式 那么只向其他系列的class 是需要安装一个服务才可以进行使用TNN模式的 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么例如我这边随便选择一个 比如说一个新加坡的 接着我们选择系统代理 我们打开 那模式我们就选择确准模式 那么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YouTuber了 我们选择右键 打开详细统信息 我们切换到一个4K 20P4K的画质 可以看见 目前它在15万 16万KPS 而且我们拖动在那里 它就播放在那里 现在已经来到18万KPS 那么流畅度是非常要好的 我们下载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立即下载 那么接着我们就会来到Github它的开源例子 在下面我们可以看见它的一个UI界面 我们轻心的可以看见 它是有多种主题配色可进行选择的 而且UI界面也是焕然一新 在下面的特性我们可以看见 它是能够支持大部分 迷宏母常用配置修改 维持了稳定版和预览版的迷宏母内核 通过WipeDIY 一键备份和恢复配置 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并且拥有强大的副写功能 以及任意修订配置文件 并且来集成SypeStore轻松管理订阅 那么现在我们来下载一下 我们点击这里来进行下载 目前最新版本是1.56 在下面我们可以看见 它的一个版本 这边是Windows 10、Windows 11的 以及Windows 7、Windows 8 那么同时支持苹果电脑 以及Linux 我们可以根据这需要来进行选择 那么由于我这边是Windows 11系统 我选择这边的安装版 你可以选择便携版 我这边选择64位安装版 那么当我们下载网上之后 我们回到桌面来进行安装 这里的安装位置 我们可以根据这需要来进行选择 例如我们的电脑里面 有C盘、D盘、F盘 以及选择自己合适的来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选择完之后 我们来进行安装 接着我们点击完成 当我们安装完之后 我们首次运行的话 我们需要鼠标右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首次的话需要以管理员身份 我们首次进入 它会有一个新手教程 第一次使用的话 还是看一下 它的一个新手使用教程 它会一步一步提示你 每个区域 如何来进行使用 大概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这边就不看了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它如何来进行使用 那么由于我的系统是一个深色模式 它是跟随我系统主题的 默认情况下 它是一个浅色模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背景色 默认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颜色 就是一个白色的 那么在左边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一个规则模式 就是当我们访问国内 它就是没有折扣上环境 当我们访问海外的话 它就是折扣上环境 那么全局模式 不管我们访问国内 还是访问海外 它都是指的 科学上环境模式 以及后面还有一个直点模式 所以你们可以 根据这个需要来进行选择 一般情况下 我们选择规则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可以看见 信用代理 这边打开 我们就是在一个科学上环境下 关闭的话 就是没有在科学上环境下 但这边我是没有订阅的 我们一会儿会进行演示 我们现在只是来说一下 它的一些功能 那么后面 虚拟网卡 这边可以直接进行开启 或者是直接关闭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提问模式 那么在其他设备上面 我们是需要安装一个服务的 但我们在这上面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打开 是不需要安装服务的 它就可以让我们所有应用 进行一个提问模式了 这一点是非常方便 非常快捷的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订阅了 当我们解决订阅之后 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订阅管理 那么我这边 就随便选择订阅订阅 我这边使用LineCloud 我为例 我们进行演示 当我们把自己购买的 订阅订阅地址 填填进来之后 我们点击后面的导入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 你自建的话也是可以的 然后后面这里可以看见 有一个代理 我们可以打开 我们不需要的话 就取消就可以了 之后我们选择后面的导入 那么这边就可以看见 我们就是订阅成功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里 来进行更新 那么这边就会进行刷新 然后点击这里 可以编辑信息 编辑文本 你就可以打开文本 或者是进行删除 都是可以的 当然后面 你可以订阅多个 那么订阅多个的话 就是这样子来进行排列的 你可以选择你后面订阅的 比如说这一个 这一个 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跟进行需要 来进行选择 如果说不需要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删除 就这么简单 然后接着我们选择代理组 在这边 我们选择我们刚才订阅的 那么这里面呢 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订阅情况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来进行延迟检测 那么这边 就会进行一个延迟检测了 那么例如我这边 随便选择一个 比如说一个新加坡的 接着我们选择 系统代理 我们打开 那模式 我们就选择规律模式 那么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YouTube了 我们属于右键 打开详细通信息 我们切换到一个4K RNP4K的画质 可以看见 目前呢在15万 16万KPS 而且我们拖动在哪里 它就播放在哪里 现在已经来到18万KPS 那么流畅度 是非常要好的 同时呢 我们来看看奈飞 那么进入奈飞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说你想看奈飞的独剑片 可以看看我们下方 奈飞小铺 那么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XXGP 进入GPT之后 我们输一个你好 使用GPT的话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它的使用性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要关闭的话 就选关闭就可以了 要切换的话 就选择一个 比如说其他的 再次打开 那么就可以了 这边呢就是它大概使用情况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些规则 以及外部资源 还有负写 一般情况下 对我们新手用户来说 是完全用不上的 然后下面这里显示是连接的 以及这边是内核的一个设置 然后下面这里 有一个CyperStore 我们这里面呢 可以进行一个订阅管理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 立即添加 来进行添加 比如说单条订阅 以及组合订阅 都是可以的 可以选择单条 也可以选择组合 这边带新号的 我们都是要进行填写的 但是对我们普通用户而言 一般情况下 也是用不上的 只是说它有了这个功能 更加方便我们使用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 它的使用的话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这边的来源 那么远程订阅 就例如机场订阅 本地订阅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创建的一个订阅 那么这边呢 适合一些进阶玩家 一般普通用户是用不上的 然后面还有一个文件导入 你也可以进行选择 通过远程 或者是本地 都是可以的 然后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 以及呢 后面的一些设置 喜欢研究的朋友 可以去尝试一下 在上面这里面 有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开机自起 也可以选择不开机自起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自动检查更新 这边默的情况下是打开的 或者是寂寞启动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根据这需要 去进行选择 这边有一个按钮可以打开 任务栏显示网速信息 其实这个呢 我们可以进行打开的 当然了也根据这需要 进行选择 然后下面有一个主题 我们可以根据这需要 来选择一个主题 点击前面 我们可以获取主题 获取之后 我们选择 这边是默的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颜色 它有多种主题模式 可以进行选择 这边是非常不错的 你们根据这需要 来进行选择 那么下面这些其他设置 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我就不详细说了 那么MeHome Party 它的使用方法 就是这么简单 有些人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以去体验一下 总之它功能性 是非常强大的 那本期一篇的基础 我们的较长 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说你觉得本期一篇 对你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点关注 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 AirFarm的支持 以及福利软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